今天是關於《復讀書》的《復讀書》, 從明天開始就進入大災期。 我們看到的是四十天的精靈要準備, 可以參加於祖父的祖祀的慶祝聖節。 這是屬靈的操練、寬恕這部分。 但是,這個製造,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第一步是, 為耶穌祈禱, 為耶穌祈禱, 不要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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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為耶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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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耶穌祈禱。 也必須感受到這個世界很飢餓、很苦悶。 但最重要的事情, 在這段階段, 必須與其他人生在寬恕, 必須與其他人生在寬恕。 我會講到今天關於寬恕這方面,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議題。 尤其是一位我認識的人, 我並不願意接受聖誕。 對我個人來說, 我將不會受到和解, 因為某一個人, 惡殺我的靈魂、 我的心、 我的心。 但當然, 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聖誕, 尤其是你們, 也許願意接受聖誕。 那寬恕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使用《聖誕》, 在《聖誕》, 在《聖誕》, 神聖誕裕, 是《聖誕》, 由於自己的空間與其他人生在寬恕, 所以我可以同處於其他人, 我可以同處於其他人。 但是,你會說, 是很困難, 住在同屬一世, 是很困難嗎? 當然是, 但如果人們不喜歡同屬一世, 就不會只要在同屬一世, 只能去住在同屬一層, 但更多地去住在同屬一層, 當然,如果彼此憎恨對方, 他們根本不願意交談, 那更別說,處在相同的地方。 所以,聖書說, 今天聖書不是說這個文章, 但當然是很重要的文章, 因為他們在英文翻譯, 在英文翻譯,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 例如這個文章, 例如,聖書說, 一個人恨聖書, 並不想要在同一個學校, 而同一個部門, 並不想要在同一個部門, 並不想要在同一個部門。 當我們能夠承認、 該人的存在, 並不承認, 只能在同一個部門, 並不承認、 其中一個部門, 並不承認、 其中一個部門, 並不承認人的存在。 在法庭和家人一起同屬於法庭。 但是我卻沒有同屬於法庭, 不僅如此, 而這些行為都被教師和我自己的同學。 就讓我怎麼回事。 既然有人覺得, 我沒有來教會, 我沒有去見這個人, 因為我不想到這個人, 因為我不想看到那個人, 因為人們不想到那一個人, 因為不想看到那一個人。 因為人們不想去見這個人, 著名字的 Another word for forgiveness is Syaknomie. Syaknomie means, in politics. 欸, I have these ideas, in the opposite way, in other words, our ideas should be fine, those might not be such as both. 我並不需要認同科學上的研究, 當然,我們必須認同科學上的研究, 並不需要證實100%的認同。 我並不需要證實, 我們與生命之間的關鍵, 並非要證實一切, 並非要證實一切, 或是一個人的傷害, 並非要證實一切, 而不是要證實一切。 有很多詞, 但聖書說另一個詞, Aphim, 意思是離開, 就像這個書籍, 這是一個文章, 只是離開, 離開, 離開, 或是放下。 就像是一個人家一筆債, 對嗎? 你欠我這筆錢, 這裡是一個筆債。 所以, 如果要證實一切, 就像是一個人家一筆債。 就像是一個人家一筆債, 就像是一筆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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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一筆債。 不要在這筆債。 不要抱負擔。 現在,法律上的法律, 並沒有一個復活, 而是正確的正義。 正義是,你去法院, 並非社會擔任你, 而是因為社會擔任你, 而是因為社會擔任你, 而是因為法律上的正義, 而你去法院, 你會有機會復活。 當時法律在裁決犯人時, 也不採取一個報復的, 而是一個教化的監獄, 而不是報復他。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 但在英國聯盟, 也不 Natürlich判斷. 숨在法院的法院, 你如何卻還有發生的事情? 為何呢? 要有希望, 希望一天你能夠自由, 讓你能夠幫助社會, 你能夠保持這些事情。 在歐盟法上也有講述, 不管是死刑或是終生監禁在監獄, 這是不好的, 因為你沒有一個希望留給祂, 必須要有一個盼望留給祂, 也許祂有一天可以重返社會, 去幫助社會。 所以,大家知道, 有些人會說, 只是說實際上, 而不是說實際上, 因為如果我講為聖人, 我能夠說實際上, 但我認為, 我們不會把最痛苦的問題, 而不是講述到最極端、最痛苦的那一方面。 因為有些人導致某些人的受苦難, 那種受苦、苦難是無法承受的, 毀了他一生, 毀了他一生, 然後, 他沒有機會做這個, 因為他做了其他事情。 也許他可以如此行, 卻是被迫進行另外一方面。 所以, 很多人說,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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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他們當然有權利正確地來講述這個。 因為, 當你無法原諒其他人, 你讓他離開, 你會有一個刀, 在心中, 你只好放下, 你心中去插著一把刀。 這把刀不斷地攪動你的心。 但是, 從心理學和醫學上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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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 這是一個困難的部分。 因為, 這是一個困難的部分, 我按一個按鈕, 另一個按鈕就是被釋放了。 因為, 還是有一個傷痛。 而這個痛, 你知不知道, 這不是一個傷痛, 而是一個傷痛, 而是一個傷痛。 而不是說你該不該保護, 而是你被傷害的那一顆心。 想想看, 如果有一個人強姦你, 這不是只有抱歉, 而是一個傷痛, 而不是說你願不願意原諒他, 而是這種傷痛。 而是一種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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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一種傷痛。 而是一種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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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一種傷痛。 而是一種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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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變更加深深地 realizing 問題是,當我們感到痛苦, 並非要把這個痛苦轉化成一種詛咒, 而非要把這個痛苦轉化成一種詛咒, 而非要把這個痛苦轉化成一種詛咒。 我們應該把這個痛苦和憎恨的人斬斷的連結。 我們總是認為, 我們會覺得我們會治療, 如果另一種犯罪人被罵了。 我們常常有想法, 我們寬恕別人, 對方得到譴責的時候, 我們可以真正寬恕別人。 但是, 如果我們犯罪別人, 我們會成為犯罪者。 我們也會成為犯罪者。 當然, 這是非常難的, 對方的問題, 對方的問題, 對方的問題是, 對方的問題是, 對方的問題、 尤其不足對方的問題。 那他的行為怎麼會單獨地出現呢?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這不是單純是人的方式, 但這就是神的禮物。 只要是, 這不是單純是神的禮物, 我們要學會寬恕。 專注在你的傷痛。 但你會說, 有一個性的罪惡, 在哪裡是罪惡? 如果有罪惡, 他不會被我罪惡, 他不會被我罪惡, 那公益在哪裡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有些小的答案, 還有另外一個, 我今天想要特別來付出。 小的答案是, 如果我們講到正義的話, 我們也會審視在神面前公益的嗎? 如果我正在神面前公益的罪惡, 為何我希望神會活著, 不公不義的事情, 而去追溯其他冒犯我們的人, 不公不義的事情, 而去追溯其他冒犯我們的人, 而去追溯其他冒犯我們的人, 請求讀福違心。 annoy, 這個網丁很和義, 其實有甚麼意思其實, 因爲每次都請諱臊的人, 我們媽媽慕草的人, 在一切冒犯, 吃一切冒犯, 吃一切冒犯 lou pueŋ European, 吃不完這 member of the slaughter, 可提醒會媽媽的草的福成? 我權不渺死豪, 今 אנia 被全省被人當代代, 我們常常會在禱告中求神憐憫我們, 如果我們不會學憐憐其他人, 不會學會放下我們的罪, 我們怎麼跟神來講, 放下我們的罪呢? 但是,我會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對我印象深刻的事, 因為神並沒有叫我們白白寬恕給人, 神並沒有叫我們白白寬恕給人, 神說,放下他人, 我為他付出的代價。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到耶穌上了十字架, 耶穌上了十字架, 耶穌上了十字架, 為我們所有人付出這個罪的代價。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點, 我們改變了十字架, 我們說, 耶穌上了十字架, 耶穌上了十字架, 為我們所傷害的敵人付出的代價。 耶穌給我的敵人付出的代價。 他為我付出代價, 所以在十一架上就為了他而死。 因此,我們必須看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從一個新的觀點, 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從一個新的觀點, 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從一個新的觀點來看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他為敵人付出了代價。 像一個政治人士說, 我會為了他, 我會為了他, 他會說, 我從一個人的觀點, 你可能不可以, 可能你可能不可以, 因為人類的傳統, 要求他, OK。 但是耶穌就說, 我為了這人付出了代價給你。 難道這樣還不夠嗎? 我們怎麼能對耶穌說, 這不夠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耶穌就有權利用我們, 要求我們, 要讓耶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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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耶穌留。 我認為, 這是一個很強的問題, 在耶穌, 要讓耶穌留那些人對耶穌的為何, 要讓耶穌留, 看來耶穌負責任, 要讓耶穌留, 要讓耶穌留在耶穌留。 因此,耶穌沒有暴復的空間, 因此,所有人的暴復的空間都在十字架受難。 當然,有很多其他東西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內心世界中, 不可能講述到所有事情, 解決所有的事。 當耶穌說放下, 並不是說, 叫我們對方的行為是對的、是好的。 他並沒有這樣說, 但有不同的程度, 例如,我們不可能去愛你的敵人, 實際上是很困難, 而我無法問你, 愛你的敵人, 只愛你的敵人, 因為我不可能去愛你的敵人。 並不是說, 愛你的敵人, 也不是說, 而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例如, 不管是信修者, 也不會這樣, 至少我們不要詛咒對方。 或是, 不要殺死對方, 也不要以眼還眼。 另一個階段是, 不要殺死對方的事情。 另一個階段是, 你會感到, 他所做的痛苦, 所以, 你不做這些事, 然後, 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為祂祈禱。 祈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步驟。 當神看到我們的好感情, 當神看到我們的好感情, 祈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腳步。 祈禱會幫助我們去寬容對方。 當然, 另一個階段是, 要創造, 你不能突然與敵人和敵人, 不可能。 人類的關係, 並不是只要按鈕, 而是要建造一些東西。 人類的關係, 你一按下去就會自然形成。 而是要不斷地經營。 祈禱後, 如果有可能, 你能夠見到祂, 你能夠跟祂、 聊到祂, 祈禱後, 祈禱然後, 也許祈禱後, 願意見面, 願意交談、 甚至同屬一宿。 所以,我們必須忘記, 祝福並不是在一人與一人的關係, 並不是說, 我和你和你有問題, 並不是一個社群的關係, 並不是一個社群的關係。 尤其是在教會中, 教會是一個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特別是在教會中的祝福。 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來到教會。 我再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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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對聖像話來祈禱。 最高的祈禱,並不是聖像話的祈禱, 並不是聖像話來祈禱於聖像話的祈禱, 並不是聖像話去祈禱, 而在祈禱的祈禱與祈禱的祈禱。 當然,我們有很多傷痛在其中。 我們有很多傷痛在其中, 我們很多次都會致敬相互相互相。 但你們看, 在我們獻祭前, 在我們獻祭前, 我們要彼此請求原諒, 在我們獻祭前, 彼此請求原諒。 而這個慘的聖父, 是比你更慘的。 他沒有正確感到恨恨, 如果你看到聖父的書, 你也能看到網路上網絡, 在網路上看到網絡, 在網絡上網絡, 你不必去欺負任何人。 但是,在聖父上, 我們認為, 在聖父之中, 彼此幫助, 彼此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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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和諧。 彼此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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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和諧仰。 但我曾經說過, 有些人造成傷痛, 所以他必須原諒他。 如果我們造成別人的傷痛, 而是我們造成別人的傷痛呢? 因為我們在教堂上有一個父親, 他曾經說過, 當然是他是一位俊夫, 他曾經說過, 他曾經說過, 當然是他會跟他一起, 然後他會說,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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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諒他, 當然他一定會這樣做。 我認為這是很殘酷的, 使用聖誌來說, 你是基督徒, 你必須要遵循我, 你必須要原諒我, 你必須要來原諒我。 這是真實的, 對於基督徒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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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實的, 非常嚴重。 如果我們想要和別人合作, 因為我們不只要是我們很好的, 而其他人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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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到其他人的事, 我們要先去看看, 如果我們能夠更好, 如果能夠更好, 我們能夠更好, 和我們。 我認為什麼意思呢? 當然,如果我們殺了別人, 我們不能再跟他還禁止, 我們可能要恢復了。 但是,至少我們能夠幫助這些人, 但至少要恢復, 而不是只要求其他人, 而是要做任何我們要求, 因為這就是犧牲。 這就是犧牲。 所以我們要真正地和好、寬恕, 而不是真正地和好、寬恕。 當然,嘴巴講也是好, 而不是什麼都不講。 所以,如果傷害一個人的名譽、 人格、個人性、工作, 原諒我,原諒我, 原諒我, 你再次地給他一拳。 尤其是有告解甚至。 這就是有告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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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有些人說, 有些人冒犯了別人說, 那你現在要我怎麼辦。 當你做了邪惡, 你並沒有問我, 什麼要做。 有些人冒犯了別人, 有些人冒犯了別人。 你把你的刀放在另一邊, 你試著找醫師來把他殺害。 你不要告訴他, 好,對不起, 我現在要去醫療, 這是你的問題。 那你自己去看醫生吧。 你必須治療傷害。 然後, 另一人必須祝福你。 因為, 耶穌祂的血是在祂手上, 而祂賠償。 但不要用這個血, 然後放在祂口, 在祂面, 然後說, 耶穌祂給了我的血, 這就是耶穌祂的血, 對不起我。 當然, 那些人也會原諒你, 但你把他刺傷害了。 有另一種方法, 也會說, 另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 我沒有建立與其他人, 我會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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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在黑暗之中, 因為他不想讓人與他有任何關聯。 而在墓時, 在閣廉上, 因為我跟 vocabhu 試生和 一直的父母, 所以更擔心, 我會保持距離。 我會提到很期待 dedi, 你好, 你好, , 慕 oleh地域, 慕乎在你 Elle ya 。 那是他。 一天,他叫我一天, 他叫我一天, 他叫我一天,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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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想再跟他一天。 他叫我, 那是我的名字, 他就說, 你跟那個神父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就說, 因為我跟他相互不好, 所以我要跟他保持距離, 這樣就不會有爭吵。 他就說, 你這樣做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 因為你已經斬斷了, 你已經斬斷了。 你覺得你不斷斷了, 但其實你已經斬斷了。 你已經斬斷了, 你斬斷了, 你已經斬斷了, 你斬斷了, 你斬斷了。 反倒是爭吵還是好的。 因為你也會看到, 你也會看到, 他們也會爭吵, 但他們也會有兄弟姐妹, 然後, 後來, 他們會再次爭吵。 我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小心, 不必要有這種冷藏, 甚至甚至在教堂, 說, 我來這裡, 但我並不想住在這裡, 我並不想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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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再次爭吵, 分別是不想住在這裡, 我們在士長童裡會 зав出我們所有問題, 我們的圖案和政治問題, 我們在士長童裡遺佳, 我們就會幫助祖父的故事, 我們就會嘗試那種確斷, 成為真正的朋友, 並不是在口中的確認識。 我會想說更多關於寬恕, 但因為這是很深的哲學問題。 我只會說幾個問題, 因為有偉大的哲學家講到寬恕。 Zach Derrida, 他講到寬恕而不能被寬恕的。 我可以給你幾個例子, 講到寬恕。 例如,在南非, 在南非, 我都知道, 在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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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寬恕後, 他還沒有出獄, 他在心中, 一天, 如果他出獄後, 他會在國家的交易。 有黑人和白人。 曼德拉並沒有在監獄, 如果我出獄後, 例如說, 要出獄後, 如果我出獄後, 我會出獄後, 我會有抗救的。 他並沒有在這個狗狗設計, 並不是在這個狗狗設計時, 他不會出獄後, 他不會在這個狗狗設計時, 他不會在這個狗狗狗設計, 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祝福。 一位女人去那裡, 她說, 你不能寬恕, 我可以寬恕, 因為他們殺了我的丈夫。 她說, 你不能寬恕, 原諒, 我可以, 因為她殺了我的兒子。 因為警方和黑人之間, 在現代歷史中, 有一種是沒辦法被原諒的。 這是什麼? 人類的殺害人, 像大土層, 還有其他地方。 但是, 我們可以原諒, 因為有些人不能被原諒。 但是, 這是一個大小的講道。 但是, 我會告訴你, 有些人在非洲的慕容, 在亞歷史中, 他們去那裡, 他們殺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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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殺了其他人。 之後, 他們決定要和好, 他們去一家, 他們去一家, 他們吃了血, 一些人, 他們真的要和好, 他們成為朋友, 但實際的朋友。 從另一方面, 我們做相似的事情, 因為我們喝了耶穌的保險。 所以, 今天, 試著好好想和對方講話, 試著和對方和好。 試著好好講話, 試著和對方和好。 試著和對方無論如何, 包括在同時, 如果你們車上的車子, 你們車上的車子, 然後你們被撞到其他人, 那你們在車上的車子, 你們被撞到其他人車子, 然後, 你跟祂說, 對不起我, 然後回家, 你不斷和不斷, 他所作的事? 若是沒有錢用牽涉, 若是沒有錢歸醫院, 若是沒有要懷孕他的痛, 說了欺瞭, 即使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怎麼怕の? 他在那邊疼痛, 他就跟他說, 對不起, 你開了車回去, 這有什麼意義呢? 你可能說, 你是基督徒, 那你就要原諒我。 我會結束, 我認為, 今天, 並非要離開別人, 因為, 我並不認為, 我們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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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不認為, 我們不認為 其他人做了愛。 所以, 我們必須想想看, 我們所用的是關於其他人的傷害, 然後, 嘗試去治療如何。 我們應該想想看哪些是我們造成的他人的傷害。 請記得真正的醫治我們, 就是聖餐耶穌的身體和保險。 因此,我們將會繼續聖餐耶穌。 聖餐耶穌的藝術。 聖餐耶穌。